眼前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茫茫沙海 一望无际的黄沙 充斥着令人畏惧的死亡气息 但是在这片浩瀚沙漠的深处 却有一条河流 毅然的闯入这片生命的禁区 它以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 完成了一次穿越整片沙漠的创举 这就是被称作沙漠奇迹的河前河 自高空俯瞰 我们可以发现 河田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部偏西位置 撕开一道对比强烈的深恶色裂缝 平均每年约20亿立方米的淡水 就被这看似纤细的线条 倒入茫茫的沙海之中 突进在沙漠中的河田河 纵贯南北400余公里 几乎就这样凭借着一己之力 连接起原本分隔在沙漠南北两端的阿克苏利州 与富裕它名称的河田绿州 最终跨越整片沙漠的河田河 在阿拉尔市附近 与我最大的内流河 塔利木河相连 虽然自极度干燥的沙漠腹地 盘上而来的河田河 只是一条季节性河流 它每年仅有两到三个月的风水气势 才能贯穿整片沙漠 但是它仍然将每年近11亿立方米的河水 注入到下游的塔利木河中 这条穿越沙漠的大河 亦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成为了全国最大内流河的最主要支流之一 而原本被大漠孤烟 南北相隔的两片绿州 却意外地在沙漠的两端 同饮一河之水 河田河的奇迹 不得不令人感叹 然而 当我们正在感叹着河田河 突进沙漠的创举时 我们看到的却并不是它全部的模样 如果将河田河流淌在沙海中的身影 看作一棵大树的躯干 那么深深炸入青藏高原的上流源头 才是这棵大树的坚持根基 这是位于卡拉昆仑山脉 北路的开拉斯山 虽然它仅仅处在卡拉昆仑山脉的边缘 但超过六千米的海拔 与数以立方米的冰川淡水出量 依然让它成为了河田河这棵大树 长出的第一条根脉 此时 自高山而来的雪山溶水 化作涓涓溪流 游着在卡拉昆仑山脉的雪山之间 汇聚的流水逐渐拼合出 河田河诞生一世的模样 虽然它是河田河这棵大树 生长的最主要的根系 但这条深深炸入高原的河流 却独享着为属于它的名称 它正是河田河两大源头之一 也是河田河最大的支流 卡拉喀什河 位于河田河上游的卡拉喀什河 在雪域高原迂回近400公里 它既探过卡拉昆仑山脉的 威鹅雪山 也与万山之族的昆仑山脉 掰过手腕 一路曲折的路径 不断吸纳着这片高原 蕴藏的水运精华 最终将它们化作 每年近15亿立方米的浸流量 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 甩向下方的浩瀚沙海 但是这条奋进的大河 却遇上了钢筋铁骨的挡道 在即将冲出高原的一刻 被乌鲁瓦提水利工程 担腰截断 来自卡拉喀什河的宝贵水源 在水利工程的面前 停下了脚步 总共近3.5亿立方米的淡水 被挽留在这片土地上 超过10万公顷的土地 因它而得到灌溉 汇则下有近20万的人口 原本匆匆而过的 卡拉喀什河水 就此成为这片极其干涸的土地 最关键的调节器 然而这条奔流的大河 却并没有乐不思熟 它还铭记着自己注入一条 更大河流的使命 于是决心从水利工程 走出大山的河水 一举冲出山口 毅然闯入一片黄沙的世界 此时 奔腾的河水 就在这片极其干燥的大地上 从这处一道 对比鲜明的绿色长浪 随后 蜿蜒着 融入一片更为广袤的 沙漠绿洲 与此同时 刚刚踏入河田绿珠的 卡拉喀什河 将与河田的另一条 至关重要的枝柳 不期而遇 发源自昆仑山北路的 玉龙喀什河 与卡拉喀什河一样 接纳着来自冰川的溶水 然后将它们化作奔流的长河 自神秘的昆仑山脉一泻而下 与同像而行的卡拉喀什河 平行相较在河田绿洲 来自河田河两大支流的充沛水量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 塑造出一片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 广袤绿洲 在千百年的岁月里 为新疆南部的古城河田 搭建起一片那已生存的家园 事实上 这其实是两条 冰玉满天下的河流 它们既是河田河的支流 也是河田玉的产地 曾经大量优质的玉石 从这两条河流的流域中 走向外界 在汉域中 就因这两条大河盛产的美域 而将它们称为白域和墨域河 然而 这无瑕的名称 似乎还缺少直面浩瀚沙海的勇气 自雪域高原奔流而来的河流 想要一举穿越 眼前这片环境极度严酷的沙漠 还需要应来一次彻底的力量改换 下一期视频 我们将离开河田绿洲 趁着避雨的波涛 直面中国最大沙漠的浩瀚 在一片更加广阔的空间 看河田河如何穿越这片沙漠的世界 中文字幕统筹